清朝作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,后世对这个政权的褒贬不一,甚至于说,不同的人群对清朝的评价都是完全不同的,难道真的是晚清,才导致了中华民族的全面衰败吗? 当然不是,从清中期开始,乾隆皇帝就闭关锁国,为了维护腐朽的统治,后世的清朝皇帝更是听之认之, 但在往前追溯,回看当初明朝覆灭的悲剧,我们神奇的发现,如果这个人早到三天,也许清兵根本不可能入关,最后一个王朝也可能不会是清朝,这里是史业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, 崇祭皇帝怎么也没有想到,自己如此倚重的元崇焕元都师,竟然没有守住辽东防线,不仅如此,清兵直接绕过了山海关直去京城, 这件事虽然没有让崇祭领盒饭,但却直接让元崇焕领了盒饭,可谓是自己挖的坑自己掉,许多人都以为明朝覆灭,完全是因为清军导致的, 但是实际上在当时,清兵的强大也没有强大到无所匹敌的地步,从征讨厚金的杨浩开始算计,辽东去了雄庭壁,元崇焕,每个辽东经略都有自己独有的对金措施, 但是都没能为明朝解决实际问题,这也不是将领的错误,崇祯上台之后,国内农民起义愈演愈烈,内乱导致的直接因素就是让付税收不上来, 国家没钱,自然也无法支付巨额的辽东军费,立马就出现了内外不稳的状况,朝廷上下,竟然只有崇祯皇帝一人在着急,大臣们都选择了明折保身, 崇祯十七年,李自成的大军逼近北京,崇祯欲感到自己的江山岌岌岌可危,他立马下诏,让全国的兵马进京秦王,此时距离京城最近的就是驻扎宁远的吴三桂,吴三桂得了皇帝照领, 随即带兵入关,他留守了一部分防范满京,其他的则跟着他去保卫京城,抵御李自成的天顺大军,吴三桂的大军花费了半个月的时间才到达山海关, 随后又用了三天时间才到达唐山,就在吴三桂准备挥师入京的时候,前方传来了崇祯皇帝吊死在眉山上的消息,吴三桂不敢相信,派出了几批探子, 在确认了真相之后,他恍惚了,只能先返回驻地,皇帝死了,首都也陷落了,本来手握重兵的平西伯吴三桂, 在一瞬间就变成了一块扶平,自己未来的道路该往何处去? 吴三桂一时之间很恍惚,在此期间,李自成对吴三桂抛出了橄榄枝, 称吴三桂只要投降,不仅高官厚禄以待,还让吴三桂继续带兵,李自成给出的条件很好, 对于吴三桂而言,如果接受的话,相当于兵权还握在自己手里, 但他不敢信任李自成这个农民起义头子。 再加上留言称,吴三桂的爱切陈元元被李自成看上了,已经被其掳到了宫里, 除此之外,李自成还拿吴三桂在京城里的亲人相威胁, 这几件事让吴三桂对李自成彻底死心了, 但如果完全拒绝,关外的满清虎视眈眈, 凭借吴三桂一个人的能力,是没有把握在两个政权之间斡旋的权衡之下, 他姑且还是同意了跟李自成的议和,满清也观察着中原王朝更替的局势, 在李自成攻陷北京之后,他们反而不敢轻举妄动了, 其实满清只是骑兵厉害,真要让他们南下攻城, 明朝的哪一座城池抵挡不住,虽然答应了跟李自成议和, 但吴三桂内心是不情愿的,他作为前朝的重臣, 根本瞧不起李自成这样的农民起义领袖, 现在落到了李自成的手里,还拿家人要挟, 对吴三桂来说是莫大的耻辱,所以吴三桂耍了个心言子, 他知道满清在关外也坐不住, 也想来到中原分一杯羹,因此吴三桂派人秘密联系多尔滚, 提出双方联手一起对付李自成, 一旦成功,双方就以黄河为界瓜分天下, 这个计划对吴三桂而言是最优解,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, 可是多尔滚是个多聪明的人呢, 他怎么会让吴三桂牵着鼻子走呢? 于是他表面答应,实则啥也不干, 依然静观其变, 这边虽然名义上是义和, 但李自成还是带上了六万大军, 看来他的态度很简单, 谈得拢就谈, 要是谈不拢, 直接开战, 吴三桂还在跟多尔滚谈判, 李自成的大军已经逼近山海关了, 吴三桂为了拖延时间, 让人在三河县招待李自成, 吴三桂的计划是, 拼尽全力将李自成抵挡在山海关内, 到时候多尔滚的大军南下, 就可以一句击溃天顺大军, 但多尔滚似乎看出来了吴三桂的小心思, 他迟迟不发兵, 故意看着吴三桂着急, 三天的时间, 吴三桂派出的人将李自成在三河县拖延了三天, 这位农民领袖终于发掘了不对劲, 立马派出骑兵抢先攻占山海关, 李自成的大军将吴三桂团团围住, 就在即将要吃下他的时候, 多尔滚告知吴三桂, 想要我派兵支援可以, 但是成之后不是平分天下, 而是你投降于我大清, 吴三桂没有办法只能答应, 多尔滚趁着李自成向吴三桂全面进攻的时候, 突然在其身后发起攻击, 打了李自成一个措手不及, 此时吴三桂也开始反攻, 天顺大军在内外夹击之下溃败, 李自成带着三万残兵返回了北京, 可见在本次政治游戏中, 最大的赢家就是多尔滚, 在接到吴三桂第一次求援的时候, 他就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, 不仅可以吃下李自成, 还能收复吴三桂, 这整个计划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, 而要抓住这个时间差, 就必须让吴三桂先陷入危局, 李自成被吴三桂的人在三河县拖延了三天, 三天时间已经足够的打下山海关了, 但李自成漫不经心的态度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, 不仅把到手的江山拱手向上, 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, 这就是历史的转机, 如果李自成早三天, 哪怕早一天到达山海关, 也许结局都不一样, 至少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不会是满京, 男子这位宋国公主, 还没嫁到魏国前, 关于他美貌的传说就传遍了列国, 他天生自带一股让人挪不开眼的吸引力, 眼波流转间, 固牌生辉, 就连路过花园的花都要羞愧地低下头, 史书上虽然言简意该地用了美而言来形容他, 但这银子究竟是说他风情万种, 还是暗指什么, 那就得咱们自己琢磨了, 嫁给魏林公后, 男子可没把自己当成金丝雀养着, 他那聪明劲, 很快就在魏国宫廷里展露无遗, 魏林公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, 男子说什么就是什么, 俨然成了魏国幕后的统治者, 他一会儿跟大臣们谈笑风生, 商议国家大事, 一会儿又优雅地周旋于各国使节之间, 谈吐得体, 尽现外交手腕, 所以, 谁敢说他只是一个图有美貌的花瓶, 男子也是出了名的爱恨分明, 谁要是惹了他, 那绝对没有好果子吃, 就说魏林公的太子, 也就是男子的继子宽宽, 这位太子爷本来就对男子这个后妈心存芥蒂, 再加上男子在朝堂上越来越强势, 宽宽心里十分不平衡, 简直恨不得把他从王后的位置上拉下来, 于是这位太子爷就动了歪心思, 想直接把男子给解决了, 但是宽宽那点小伎俩, 在他眼里简直就跟小孩过家家一样幼稚, 男子三下五除二就化解了危机, 还反手给了宽宽一个下马威, 把这位太子爷吓得够下, 最后不得不灰溜溜的逃出了魏国, 但是别看男子平时雷厉风行的, 但在处理和宽宽的关系上, 他还是展现出了一丝母性, 魏林公去世后, 男子本来有机会扶持其他的公子上位, 但他最后却选择了宽宽的儿子, 也就是他的孙子哲, 估计他是想借此机会, 缓和一下和宽宽之间的关系, 毕竟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, 只可惜男子的这番好意并没有得到回报, 几年后雨衣丰满的宽宽卷土重来, 不仅夺回了王位, 还把男子逼上了绝路, 至于男子最后的结局, 那就更令人唏嘘了, 史书上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句被儿子杀死, 具体是怎么死的, 那就不得而知了, 有人说是宽宽亲手杀了男子, 为母亲报仇, 也有人说是宽宽顾忌父母的罪名, 逼迫男子自尽, 但无论如何, 这位曾经在男权社会中活出自我, 叱咤风云的传奇女子, 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悲剧的命运, 而在男子一生中, 鲜少有人知道孔子竟然对这个女子也有一份执念, 当年孔子带着一帮弟子浩浩荡荡的周游列国, 就盼着那位君主能慧眼石珠, 给他个机会施展才华, 把他的治国理念发扬光大, 那时孔子一行人风尘仆仆的来到了魏国, 魏国在当时那也是个富庶繁华的地方, 可比孔子之前去过的那些小国家强多了, 刚一进城, 孔子就听说了一件奇事, 魏国有个叫男子的夫人, 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, 不仅长得国色天香, 还把持着朝政, 就连魏灵公都得让他三分, 孔子一听, 心里就琢磨开了, 这位男子夫人虽然名声不太好, 但人家毕竟是魏国最有权势的女人, 要是能得到她的赏识, 说不定就能有机会见到魏灵公, 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了, 于是孔子就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, 他要主动去拜访男子, 这消息一出, 遭到了弟子们的反对, 尤其是子禄, 当场就跳出来反对, 老师, 这可使不得呀, 您可是咱们儒家的代表人物, 怎么能去见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呢? 这要是传出去, 您的名声还要不要呢? 孔子倒是很淡定, 他表示自己见男子, 自有我的道理, 子禄虽然心存疑虑, 但也不好再说什么, 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孔子去见了男子, 关于孔子和男子的这次会面, 后世有很多猜测, 有人说孔子是真心想要说服男子, 让他支持自己的政治理念, 也有人说, 孔子是想见男子的力量, 来接近魏灵公, 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, 甚至还有人说孔子其实也是个凡夫俗子, 难免会被男子的美貌所吸引, 也是听了传闻想去一睹方容, 但不管怎么说, 孔子和男子的这次会面, 都成为历史上一个解不开的谜团。